這裡是台灣市歸山區的宮西拔場 可以聽到現場其實是有很大的槍聲響回盪在耳邊 是因為即將代表台灣參加巴黎奧運的射擊選手正在進行訓練 那這次台灣參加巴黎奧運的席次 射擊項目總共拿下了八席也是歷屆以來最多 而參賽陣容也相當的豪華 就包括參加七屆亞運以及四屆奧運的大學姐林怡君 而這次參賽她將第五度挑戰奧運 以前對參加奧運的時候會覺得很緊張 然後就是因為也想打好嘛 想取得一個好的成績 這一次其實教練有幫我安排心理醫生這個部分 運動心理上面還有平常的一些情緒的一些排解啊 還有一些焦慮的接觸 擔任選手已有27個年頭的林怡君 征戰世界大大小小的賽事 此次奧運是否有機會奪下一面獎牌 各界都很期待 畫面上看到的是三度叩關奧運的楊坤碧 早在2022年9月就憑市井賽同排取得奧運資格 而長時間的準備是讓楊坤碧志在多排 對我來講準備比賽是一件比較漫長的事情 那其實也很開心 就是大家對我希望很高 因為大家可能會看到我的就是認真努力準備比賽的這種情況 那或許比賽不是每一場都能夠就是發揮得很好 不過我相信這次奧運一定是沒問題 有別於學長姐參加奧運的經驗 初次挑戰奧運的劉婉瑜是日有所思也有所夢 不知道是累還是練到太疲勞還是怎樣 就是睡一睡會突然醒來就是驚醒 然後那個腦海裡面的畫面就是 我訓練就是可能我調整的這個問題 是不是怎麼樣 我是不是可以再做哪些調整 漂亮的射擊 以台灣第一位之姿取得奧運定向非把資格的李孟雲 也是首度參加奧運 除了穩定的訓練外 想方設法化解緊張情緒也是一大功課 不緊張騙人的 對啊 就是我看能不能把緊張轉換成興奮 轉換成一個挑戰這樣子 對 這樣去我就不會說 好像我一定要拿牌一樣 對啊 就是我是去挑戰 挑戰可能挑戰上級的金牌 或者是挑戰自己的個人記錄之類的 我把心態轉換成這樣 對啊 有點興奮 可是也還是很緊張 無論是定向非把還是不定向非把 選手都期盼把握擋下 發揮平常練習時的最佳狀態 原諒新聞總部到18度遊民桃園歸山採訪報導 選手都疑 除了 在軍閒時